福虎送吉祥,金虎福满堂 在虎年到来之际 大观察给大家 拜年了 北京冬奥会还有三天就要开幕了 我们的心情也随着时间的倒数 越来越激动 新春佳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而冬奥会则是世界人民的盛大聚会 当冬奥会撞上了中国春节 让神州大地的喜气加倍浓厚 当然啊 这冰雪盛会里的年味儿也是必不可少的 说起冬奥里的年味儿 这不得不提的第一个 就是冬奥会的吉祥舞雪茸茸 这个红彤彤的小家伙站在哪里 哪里就是一片喜气 雪茸茸整体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挂起的大红灯笼 代表着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 她脸上的雪块巧妙地融入了冰雪元素 也将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和瑞雪照风年的美好寓意相结合 头顶的如意造型象征着吉祥 幸福 装饰图案以剪纸艺术为载体 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根脉 而作为一只会发光的小灯笼 它也寓意着点亮梦想、温暖世界 代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 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雪茸茸的红金配色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喜庆 渲染了春节氛围 也为冬奥会添上了一层浓浓的年节喜气 冬奥会灰灰冬梦中也藏着浓浓的年味 冬梦以中国书法冬字为主体 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 下半部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阴姿 中间舞动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 代表着举办地起伏的山巒、赛场、冰雪滑道和节日飘舞的丝带 为灰灰增添了一份节日喜庆的视觉感受 呼应了冬奥期间的春节氛围 中国的传统事物如意 予以万事顺利 吉祥如意 作为吉祥之物 在民间及宫廷中都有广泛的使用 可是你有想过上百米的如意是什么样的吗 其实啊 在北京冬奥的张家口赛区就有这么一个巨型如意 它就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 从跳台环形顶端 再到铺面线形和底部看台 与如意的S型曲线完美契合 既体现了体育建筑的动感 又凸显了中国文化元素 雪如意也像是北京冬奥会 向世界各地运动员们送上的一份新春祝福 祝愿大家收获加大份的吉祥如意 冬奥村也已经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村内随处可见灯笼 窗花和各类年味装饰 整个冬奥村都沉浸在一片中国红里 过年期间 冬奥村还将添加特色年节美食 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年味 从吉祥舞 惠惠到场馆设计 北京冬奥无处不见 中国式浪漫 冬奥会为人影虎年的新春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而中国春节也为冬奥增添了一份内涵和喜气 这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和谐交融与碰撞 世界也将通过北京冬奥感受亿万中国人民送上的美好祝愿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让我们一起项目未来